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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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没有空余的床位啊 一调整就要引起纠纷 你们还是好好地协商一下吧 我们没法协商 跟他说他根本不听啊 那你希望我怎么办 您批评他 您好好批评他 好 我好好批评他 妈 妈 回来了 在那住着还习惯吧 挺好的 小刘 我们家小丽从小就少干家务活 你辛苦 多干点 知道 我知道 小丽特别好 我学着做呢 我爸呢 那我进去啊 妈 小丽 我怎么看你脸色不好啊 这两天老是在职业班呢 妈告诉你啊 家务活少干 你还有身孕呢 我问你 你婆婆知道你怀孕的事吗 那你怎么不告诉他呀 有机会再说吧 处长 找我 好 好 好 刚刚 小黄同志有事找你 有什么问题 你们敞开他 我们敞开他 我有个会 我去开会去了 处长 你不是 敞开他 敞开他 我们俩敞开他什么呀 我今天找处长 是想换宿舍 可是没有 那没有 怎么办 马刚 我想问你 你怎么从来都不顾起 别人的感受啊 大半夜修摩托车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啊 还让不让人睡觉的 那我白天有工作 我这些事不夜里干 我什么时候干啊 你找处长就是想说这些吗 我是想说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 让人好好休息 我第二天还要上班 我怎么安静啊 我睡不着觉 我自己都够烦的了 你还添加 你自己够烦的 你别烦我行不行啊 我怎么烦你了 你真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 怎么不讲道理了 马刚 你以前可不这样啊 我告诉你 你别给我提以前 提以前干吗呀 我以前什么样啊 你要觉得吵着你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隔音材料 泡沫什么把你那屋捂着 没什么事我先走 你给我站住 我告诉你我讨厌你 有点儿子 原来你就是黄西风 刚才那条纹出发展 真厉害啊 urun 电视室有点小吗 我爸已经说了 过两天呀 给咱们送一台大的 彩色的电视机 啊 丧蓝的 这哪儿还的好 我还没见过 彩色的电机 什么模样啊呢 过两天你就看下了 好 来 来 来 妈 抬一下脚 我把下面拖一下 你抬一下 小丽 爸 你这怎么来了 今天是周末 我来看看你们 俊爹 屋里坐 不不不 你们坐你们坐 我找刘东说点事 刘东呢 在厨房炒菜呢 东子 爸 爸 刘东 正好 中午陪您喝点会儿啊 开明你们爱吃的 你们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怎么了 你们是双职工 每天都要上下班 你让你母亲跟你妹妹住在这儿 你哪有时间照顾她 这事给丽同意呢 小丽同意 我觉得这么做也不合适 她是孕妇 她还需要让人照顾你 当然了 你让你母亲 和你妹妹住在这儿 我也不妨礙你 你能不能等小丽把孩子生下来 你再不能接了 你们是当大夫的应该知道 孕妇不能够打动的 林郑小丽 这不关柳东的事 是我要这么做的 你现在还逞什么呢 你是孕妇你知道吗 她妈妈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照顾她老人家也是应该的 我妈妈 我妈妈 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吧 这孩子啊 后面子不好意思说 她怀孕了 真的 真的 哎呦 我就盼着这一天呢 妈 什么不不不的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就是 这可是大好事了 妈妈妈妈妈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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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什么好事啊 你嫂子怀孕了 嫂子 那天在厨房吐了 原来是怀孕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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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哥哥 你真是太有福气了 这一结婚就要当天啊 这就咱们家那句话 怎么说的这 早生不死 哎呀 这哥哥今天就在你这儿营业了 哎呀 哎呀 这可是咱们留的祖上有德呀 哎呀 哎呀 清清啊 我们啊以前不知道 今儿我们知道了 我啥活也不让他干 我们伺候他 啊 我也伺候 有你啥事 想着呀 你妈妈 上屋躺着去 别别别 我真是没事 没那么金贵 这些活我能散呢 躺着啊 躺着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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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特别以后 以后你放心吧 拜托了 你吃完饭吧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吃完 谁的东西火了 哎呀 哎呀完了 真火了 哎呀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注意点啊 这可是两个人的房间 万一要出什么事 你负得了责任吗 你的命不值钱 我的命还值钱呢 行 这粥糊了你还喝 别喝了 我不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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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生我气了吗 干吗还给我动一支 我是生你气啊 哦 那天晚上我在复习功课 你在这儿敲啊敲 轰啊轰的 我能不烦吗 烦什么烦呢 我整天睡不着觉 我还烦呢 为什么睡不着觉啊 不为什么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说说到底想什么呢 说什么呀 没想什么 肯定想什么了 这日有所思日有所梦呢 到底想什么呢快说说 你烦不烦哪 行我不吃了我喝着呢 我是够烦的 按时不吃 那猪也不给你吃 你不会怪我爸多嘴吧 没有 本来啊 我就是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跟他们说呢 知不知道 老头 还没你呢 你叫我后悔吗 你娶我后悔吗 你娶我后悔吗 我后悔 只有两个好好过日子 不用觉得不后悔 我只想和你好好过日子 没有别的想法 谢谢 咱们 锁起我 好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 好 还有一点 干完了就走 赶紧回家吧 老婆还在家等着 一会儿我要所闻了 这张头要得急 拿回家画去吧 要我帮你画 那太谢谢了 你帮我画尺寸吧 好 按照这张旧头画 好好好 那走了 谢谢啊 不谢不谢不谢 不谢不谢 我真的很害怕 我害怕 不用怕 有我呢 不过 你明天要来这儿接我 你不来 我不走 好 你不来 看 刘东 那我们给孩子奇个名字吧 叫小宝好不好 嗯 刘晓宝 谢谢你了 你先睡吧 我跟我妈说点事 没睡呢你 你也没睡呀 妈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 你不找我呀 我也想找你 怎么了 董子 明天我们就都回去了 你媳妇呢怀孕了 我们待在这儿呢 也只能给你添乱 等她生了孩子 我们再回来 妈给你带孩子 妈 我问李莉啊 你这是想让你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呢 别说了董子 咱也不能让人家亲戚说出点什么来 妈明白 你也不容易啊 李华跟爱国那儿呢 我去说去 我知道这两口子 一直就想待在城里头 可你现在的情况不是特殊吗 再说了 他们整天住在那招待所里头 那得花多少钱呀 要不让我那些留情 让她给我和李莉帮个忙什么的 别情 要走啊 我们就都一块走 那两口子她没见过世面 她在这儿啊 她只能给你捅楼子 哦 妈这儿啊 还有一百块钱 你给小丽啊 买点好吃的 补补身子 这还是她给我的呢 我没花完 自己留着花 我这俩一会儿 别去 就算我给孙子买点啥了 啊 我看小丽的身子骨啊 也挺单薄的 你这一口就得给她补补 要不将来咱那孙奶 没奶吃 了 弟 你这儿怎么了 你这脸上和身上怎么弄的 着火了 着火了 哦不是着火了 是我不小心引起的 你严重吧 没事 我烧了几个文件 火已经被我托灭了 烧到文件了 不重要吧 不知道重要不重要 别动 你这种伤口 不能用水擦 会感染的 来 你坐下坐下 快快快 坐下 我来给你擦擦 没事 这可能蹭破点皮 你看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转过来 你不转过来 我怎么给你擦啊 你转过来 说了你怎么不听啊 你怎么了 你眯眼睛了 把眼睛睁开我看看 干吗用意识眼睛看我呀 不是 好像你 你穿得太少了 讨厌 这个时候你还开玩笑啊 来 坐下 你回去换件衣 就再帮我弄去吗 行了你 我又没不穿啊 算了 你的伤受得可点意思啊 厨长 您处分我吧 处分倒谈不上 咱俩不隶属于一个单位 我给卫生局管 你给施工方管 咱俩是甲方的乙方 其实火烧得也不大 就是烧了几份文件 几份文件 几份文件 那是土地批复的手续和银行转账的平单 重要得很啊 其他的倒可以弥补 可这两样东西 要要我的命的 对不起 处长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你要是故意的 我就报公安了 有一个办法能解决 就看你嘴严不严了 您说 我让人搞份材料 就说是意外失火 你奋不顾身扑灭火灾 你在上面签个字 再写上几句 豪言状 我呢 打份申请报告 说情况属实 再申请补办手续 这样 对咱们俩 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哦 处长 您这样 是挺两全其美的 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做人 得有底线 我爸妈从小就教育我说 人不怕犯错误 但要敢于承认 不能撒谎 对吧 我不能欺骗组织 真的 你要是处分不了我 我 回到施工方要求他们 处分我 要不今天晚上 你睡这儿吧 睡白了 现在睡身边全力都没了 刘灯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那样 我 我不能那样的 从结婚到现在 我就是拉了你的手 我只是 我是怕你睡在我身边更难受 难受难受我自己心里清楚 你是不是还想着马刚呢 我没有 真的 咱们不替他行吗 我看见你好几次了 坐在屋里边发呆 那你不是想着马刚你想谁呢 我真的没想他 你想了 我没有 你怎么了 我不高兴 从结婚到现在我一直不高兴你知道吗 你不是不高兴 你是在找茬呢 你老这样我才找茬嘛 那你说我进屋 我 我 我 睡睡睡睡睡 你怎么不高兴 就火英雄回来啦 你什么意思啊 听说你觉到处长面子 你怎么不知道啊 全院都知道了 院长还把处长给批评了一顿啊 其实没什么 他是想让我说我是救火 我是英雄 这样他责任也能小点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啊 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还算你是个男人 怎么样 记个过不好受吧 无所谓 只要不扣我钱真的无所谓 我来吧 今天我吃 不要 我来 我来 我来吧 今天该我吃 还没吃饭呢 爸 我那有粥 一会儿我热了 别喝了 一个大男人天天喝粥哪能行啊 我给你做饭去啊 不用 不用 客气什么 我也算是代表组织奖励奖励你 说吧 想吃什么 那 就鸡蛋面 好 我给你做啊 最好俩鸡蛋 等着 吃饭了 吃饭了 伯瑶 你做的鸡蛋面真好吃 好吃吧 好吃我这碗也给你吃了 那怎么行啊 你也累了一天了 你快吃吧 你快吃 没想到 住了几个月的邻居 你还知道心疼人了啊 王燕 其实你这人挺好的 好有什么用啊 没有好男人爱 那是他们不长眼 不识祸 那你识祸呀 那当然了 那我做你女朋友吧 你愿意吗 我觉得我配个让你 快吃面 不一会儿凉呢 快吃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不不不 我做成了 谢谢 嘟嘟 嘟嘟 起来了 嗯 你起来了 慢点别掉了 慢点快来 早饭已经买好了 你请那么早 快洗洗去吧 就交给我了 这昨天晚上嘛 别说那么多了 上班要迟到 来吧来吧我来吧 你去洗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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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衣服啊 嗯 嗯 现在液化器都普及了 这得改一下 第一是厨房材料 尽量用防火的 还有注意通风 开窗 看这能不能开窗 看这能不能开窗 一旦液化器泄漏的话 那要出人命 好的 好的 完了 怎么了 我计划器泄漏了 我计划器泄漏 王漾 王漾 我是你哥 呀 老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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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怎么了 老妹 老妹 你这怎么了 老二哥 你去哪去 我来我来 大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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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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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再来脚往好了 护士 她没事吧 没事 说完一夜就可以醒了 但是要留院观察二四小时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就可以回家 谢谢 嗯 吓死我了 老妹 出来 我问你 你是不是想害我妹妹 没有 我想给她熬粥喝 你熬什么粥你熬粥 你是不是对她又有什么想法呢 我可跟你说啊 你在四十三三名成就不好 你甭打我妹妹主意 你误会了大哥 谁是你大哥 哥 什么呢 老月 你醒了啊 没事吧 哎 你别动别动 躺着 你要喝水吗 要 我给你倒 西藏 随心交费啊 哎 我去 我去 傻妹子 你是不是对马刚还有点意思 哎呀 别说了我头疼 你不是要喝水吗 来 我不要 哎 王爷儿 你怎么起来了 你赶紧赶紧赶紧休息躺去回屋 没事儿老是躺着也烦 起来活动活动 嗯 我给你买了乌鸡 炖汤补补 还是活的呢 你会做吗 那有什么不会的 放 放水里煮呗 真看不是来了 你俩挺会关心人的 什么关心不关心的 这不是因为我把你熏了吗 再说了 我们俩 在一块住这么长时间 革命的友谊还是有的 那别的呢 什么别的 没什么 这个 这个机就 就这么把它砍 砍死了 哎 你别了 你还是放那儿吧 待会儿我来弄吧 对了 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你先出来一下 什么事儿 我刚才愿意来人找我谈话了 把我分到防疫站了 好啊 可是 单位有点远 你 是不是想搬走啊 你希望搬走吗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舍不得 舍不得我啊 不是 不是 我说的这种舍不得 不是那种舍不得 说实话 有时候跟你吵吵架挺有意思 你要真搬走了 我只能喝主户的粥了 瞧你把自己说得那么惨 我又想搬到 离单位近一点的地方 那 还是以你方便为准备 可是单位又没有房子 那你就住这呗 我忍耐你点给我 谁忍耐谁啊 舍不得我走 是想吃我给你做的面条吧 对 你煮的面条再难吃 以为我煮的粥好喝 好吧 那我就不搬走了 但是 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我 你说 什么条件 哎 哎 那个 以身相许我可不干啊 什么呀 你干我还不干呢 我是想明天你骑摩托车 送我去报到 摩托车没修好 那 你骑自行车送我 行 没有问题 你不会是想 把我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另有企图吧 红说什么呢你 我是那种人吗 骑什么呀 我开个玩笑不行啊 什么人啊 说翻脸就翻脸 去 去 就小心啊 没事 挺好的 走 走 走 不是 oop 不是 走 回来了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你不多这会儿啊 今儿你不是有手术吗 我给你冲来点牛奶 什么 我买豆浆了 你喝牛奶吧 你喝这个吧 一天的手术呢 别滴血糖又犯了 真好 你是不是放错了 怎么是咸的呀 故意放的盐 我怕你出汗了 帮你增加点盐分 是不是太咸了 没有 正好 太好了 油条该凉了趁热吃吧 豆浆和油条留给我 你吃吧 一会儿活我来干 你现在是咱们家的顶量柱 我可得把你给伺候好了 姐 白天啊 给咱儿子做点胎教啊 让他长大以后跟我一样 当大夫 行不行啊 听见了 赶紧吃吧 上班要迟到了 溜达快 怎么了怎么了 快不行了 是不是要生了 哎呀 没到预产机啊 快不行了快 走去医院 走去医院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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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女孩儿 新鲜多呢 什么啊 新鲜多呢 太好了 谢谢你 小丽怎么样啊 公子平安 大夫 孩子什么时候不出来 一会儿帮出来 好好好 我先回去啊 谢谢小丽 辛苦了啊 艾艾 小孩子太可爱了 真好看 像李丽 我觉得像李丽大夫 你瞧着小丽 他长得多像啊 哎 还是像我们家小丽 小丽 小丽 是 小孩儿这么小 其实也看不出来 小丽 你看这耳朵长得像 笑了笑了 又来生小丑了 真好啊 不过来 不过来 其实小丽 小丽就是这样啊 你眼睛也像 看见哪个宝宝 李丽 李丽 刚睡 你瞧你 生孩子这么大事 也不说一声啊 我看看 长得那个俊啊 你说 他应该叫我姨妈 还是姑妈呀 你想的 那 给你带了点东西 还买什么东西啊 你看着你 还是陆萍告诉我 你生孩子的事儿了 还没到预产期就生了 来不及通知了 哎 哎呀 怎么样 哎 你分到哪儿了 哦 我现在离你近了 分到房间站工作 真的 嗯 也挺好的 哎 以后孩子还有你们有什么事儿 来找我呀 你忘了 我和流动都是医生 哎 哎 刘大夫 嗯 您没事儿吧 玩着 哦 那好 我先走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刚好 饭也做好了 吃饭吧 又是我爱吃的鸡蛋面 又是我爱吃的鸡蛋面 今天给你放了三个鸡蛋啊 谢谢谢谢谢谢 好吃吗 嗯 嗯 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 就是不知道你爱不爱听 什么事儿你说 是关于履历的 想不想听啊 你想说就说啊 不想说无所谓 还嘴硬呢 哎 也怪我啊 藏不住事儿 李莉生孩子了 今天我去看过她了 她生了一个女孩儿 有气劲重呢 挺好 你什么敢想啊 我有什么敢想啊 她生活得很幸福很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难受啊你 王燕儿 你有完没完啊 你还让不让人吃饭啊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 快吃饭吧啊 让爸爸抱会儿 让爸爸抱会儿 我去做饭呢 来点换换手 你抱一下 我把饭做了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我这看书呢 我就来来来 快快快快快 把书先抱会儿 快快 你抱着你抱 我爸爸哄会儿 爸爸哄会儿 我把饭赶快做了 我把饭赶快做了 要不你给她先弄点水 让她先喝点 能不能让她不哭啊 你这哭哭哭的 我连叔都看不了了 你小时候不哭啊 哭怎么了 真的不用整天哭啊 这这这 是真正的 泛黄的不只是一张照片 穿上的不过是一眼留恋 散落的秋天 爱不及说服昨天 带走的色彩 不由温暖 刻下的不只是一段心酸 回去的不过是一种信念 记忆拼图总是黑白错乱 千巧的评价没有答案 就算能够重来 就算赶到十年之前 命运还会袭来 你仍会忍住不肯窗外 如果一切重来 我容易伸出我的手 当在流言蜚语醒来 是不是苍白 就算能够重来 就算赶到十年之前 命运还会袭来 命运还会袭来 你仍会忍住不肯窗外 如果一切重来 如果一切重来 我容易伸进我的手 当在流言蜚语醒来 是不是脏外 是不是脏外 你仍会忍住不肯窗外